你要入金幽谷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非我族类 就算是看在凤冤的面子上 我也不能随便开这个先例 那胡王想让我们做点什么 快点 倒是聪明 我只要九尾狐弘毅 前不久在紫月山失踪了 你若是能帮我寻他回来 我便允你们 入金幽谷 原来这就是妖姐 我跟 你们的小眼神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我们先要两届 一直都不太流行 你的智玉琳又那么稀有 小心一只腰跑出来 挖了你的内单 吞了你 听到没有 我看画本上面说 这妖姐有的是风流倜躺 阴静潇洒的妖精 是真的吗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你说的那些长相俊美的妖 那都是二重天以上 修炼得道 可以幻化出美丽皮囊的大表 那些一重天的寻常小妖 根本就化不成人形 丑太百出了 那我们现在是在几重天 二重 那这么说的话 岂不是能在妖界 看到好看的妖精了 但你还记得 我们是来这里干嘛的吗 我们是来找凤影仙缘的 搞得像来择序的 你胡说霸道是吗 我就算是择序 那也得择三重天的 三重天 三重天那可是妖皇的局所 不过我们即将要去的紫月山 也确实在那三重天 要不要到时候 我帮你向妖皇提 我 我 你 你怎么现原形了 赶紧变回人形 你到时候被人抓走了 我可帮不了你 快 变回来 可我也没有办法呀 这金庸山周围的妖力太强了 这百年以前 国王洪若崛起 他就带领妖狐族 成为了妖界的第一大族 这里自然不容小觑 先有对我狐族如此评价 真是过奖啊 回来 此药伶俐很强 地势早就察觉了我们的嫌弃 有小心 那我会被发现吗 不会 我下山之前 让贤善师兄给你家里一道法术静止 你现在在外人看来 就是一只小铃帽 铃帽 我 我 在下红火 不知是何处的仙门小友 到访我进幽山 在下大则山古境 阿英 前来拜访狐王洪若 原来是东华上神的高徒 既如此 请随我来吧 走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小心點 別亂跑 好美啊 好了 大澤山交出來的 都是純厚政治之輩 豈會輕易被你們所獲 還不收了功法 走 大澤山古靖 見過胡王 何幾位長老 古靖 如今倒是長大了 你不去尋鳳影那娃娃的先緣 跑我靖庸山做什麼 晚輩子嗣前來正是為了此事 這是晚輩之前 無意中在一棵梧桐樹中 找到的鳳影仙緣 假設說 剩下的鳳影仙緣殘片 很有可能就散落在 三界各地的梧桐樹中 包括 胡族的靖幽谷樹中那一刻 所以晚輩 想請胡王行個方便 請讓晚輩進靖幽谷 探一探究竟 方主 靖幽谷乃是我族 孕育幽谷的聖地 岂是你哥先祖能靠近的 別說是你 今天就算是東華上神親自來 我族亦不會答應 我們保證只取仙緣 不會碰貴族的梧桐樹的 還請胡王看在 看在鳳原天地 和梧桐島的份上 讓我試一試吧 這小子當年害得鳳原 那寶貝徒弟仙緣散盡 竟還能讓鳳原和東華 那般保他 只怕來歷不簡單 紫月生我進不去 或許能看看這小子 有沒有辦法 你要入金有谷 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非我族類 就算是看在鳳原的面子上 我也不能隨便開這個先例 那胡王想讓我們做點什麼 阿爺 倒是聰明 我只要九尾狐弘毅 前不久在紫月山失蹤了 你若是能幫我尋他回來 我便允你們入禁幽谷 弘毅在紫月山走丢了 不錯 三重天內 妖界鴻蒙本源之地 妖界 如何 好 紫月山中也有一棵梧桐樹 我們本來也打算前往 古靖願為胡王群回侄兒 那就一言為定 我就在這兒 等著你把紅衣帶回來 這紫月山是個什麼地方 為什麼感覺大家都很害怕 這紫月山是天地間兩大真神之一 地圈真神曾經掌管的地方 她手上的紫月 是整個妖界的力量源泉 所以妖界人都很害怕她 而且那裡有很厲害的護山結界 一旦擅自闖 很有可能會被結界的神力撕碎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豈不是更沒法去 華叔殿下 我們英族的東西你也敢搶 把碧穴靈芝交出來 休想 我很多人都能搶 楊麟 他在原來的群期 一旦 那他借了 華叔殿下 陳天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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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叔殿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来 你们五个打一个 未免欺人太甚 你们到底是何人 大则山古晋 大则山阿音 好 我验手记住你们了 走 多谢阿姐 无妨 樊叔殿下 那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要抢你的东西 我父王与鹰王一战后 线缘受损 这三界州 唯有那碧血灵芝 能治好他的伤 英族为了逼死我父王 处处派人来抢 抢不到就毁掉 这英族也太过分了吧 刚刚那位 就是英族公主艳爽 想不到我堂堂白鸟岛公主 竟也沦落到被随意欺辱的警笛 华叔殿下 你现在还有伤在身 我们先找一处客栈 你歇个脚吧 嗯 嗯 殿下 穿我这件吗 来 多谢 走吧 这不挺热的吗 小心 那殿下好好休息 我们就不打扰了 多谢 走吧 殿下只是受了内伤 需要一些灵药救治 阿姨 你去取些灵药来 我 我要留下照顾宽叔殿下呀 我要留下照顾宽叔殿下呀 去 你去取些灵药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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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阿姨女君 华叔感激不尽 不客气 快去快回啊